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男二女二的智商在线 有一个的甜甜CP也是值得一课 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也是对剧中的演员们开了一个演技打分 不过就打分来看 着实让一些粉丝大为不满 敏热的沈玉9.8分 没想到拿到最高分的竟然是剧中的男二 高达9.8分斩获第一 不过就敏热剧中的表现来看 这个分数真的是实至名归 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 他饰演的沈玉妥妥一个宠敌狂魔 弟弟只要开口 那到哥哥跟前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 这样的哥哥请给我来一打 不过 这个角色最细精的还要数他和女儿的感情线 和沈玉一样 沈玉也是得到遗传 也是一个妥妥的闷骚男 和女儿小景青梅竹马 虎声爱意 血载人钱必嫌 用鬼面的身份默默守护自己心爱的女子 就这设定也太让人感动了吧 张悦的小景9.6分 说了沈玉之后 我们再说说她的官配小景 不得不说这次张悦的转变着实惊人惊喜 对于张悦大家能想到的就是她在《三世而已》中的林悠悠一角 这个角色真的让观众群起而公之 真的是太可恶了 而就是因为演技太好 将林悠悠这个角色诠释得太真实 因此虽然这部剧已经播出了一两年时间了 可是张悦还是是不是遭到很多入戏太深的网友们的谩骂 不过这次的张悦终于不用担心被骂了 她这次选择的角色很讨喜 双伤在线 而且对自己的闺蜜也是非常的宠爱 自有一种端庄大气从容不迫的感觉 她的存在也让女主感觉到特别的心安 再加上河南二沈玉爱而不得的戏码 为小景引来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因此也拿到了9.6分的好成绩 郑夜诚的沈玉9.6分 与张悦的小景并列第二的就是郑夜诚饰演的男一沈玉 话说不少观众都认为给郑夜诚这分打少了 就这剧中表现妥妥可以拿满分啊 尤其是她打戏真的太过于出彩 空中720度翻转还有空中转刀 而且根本就不用替身 这些高难度动作都是由自己完成的 就这动作没两下没有功夫是根本完成不了的 除了动作戏之外 郑夜诚的眼神戏也很出彩 那看向女主的眼神 真的能拉丝 寒气默默的 不得不说沈焉你这也太会聊了 向女主为国家跟沈焉被迫分手那场戏 郑夜诚的演技真的绝了 咱们大人风尘仆仆回来追妻 却拿到了一封分手信 看到信的一瞬间咱大人眼睛就红了 可是还得隐忍就是倔强的不哭 后来误以为女主扔了自己和她的定情信物 终于别不住留下泪来 看上去也这画面也太美强惨了吧 原冰岩的郡主9点1分 前几天 原冰岩就因为在住青好中的演技上了热搜 很多人都在吐槽原冰岩的演技油腻或者违和的 但是也有很多观众认为原冰岩演技自然 动作神情都很贴合人物 所以才能让人磕得如此上头 但是不得不说 剧中女主的人设还是特别讨喜的 前期的时候我行我素 有自己老爹天不怕地不怕的 连自己继母都敢上手暴揍 看上男主也是直接展开追妇攻势 整日都想着截天 非把沈焉搞到手不可 可是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她也实现了成长 为了国家 她成为自己最讨厌的复兴汉 和亲钱走在瓢泼大雨街头的那场戏 那种破碎感显得让人心疼 果然所有古装剧都破不了分手 欲下雨天之一定律 一下雨那铁定要开虐了 总体来说 虽然住青好和大制作的雨军初 相识还有且是天下有很大差距 不管是演员配置还是宣传力度上 那都是比不过的 可是胜在紧凑的剧情 而且演员整体演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 那真的是没得挑的 就算有一些小事故也是不影响观感的 大家有没有追这部剧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